魔鬼教练即将执掌中国男足、足鞋,你们哭日子到了,近日,刚刚正式成立的1997届U21国家队,也就是国奥队,正在云南区境备战四国赛,9月4日晚19时35分,这支由沈祥福在时代理的球队,将迎来四国赛的首个对手,缅甸队,当然,沈祥福目前只是临时代队, 众所周知,未来国奥队将由世界名帅,荷兰人西丁克带队,目前,他已经抵达赛场,观看国奥队训练,当然,本次四国赛西丁克并不会指挥,他只是在看台上观看,熟悉球队和战术打法,未来,他可能会对球队大刀阔斧的改造, 其实,早在2002年世界杯后,中国族协已有意让当时在韩国创造神话的西丁克接过米卢的教编,率领国族冲击2006年德国世界杯, 只不过,西丁克当时拒绝了国族,最终和完人执教澳大利亚队,并率队打进16强,最终输给了李皮执教的意大利队, 据了解,由于汲取了卡马乔的经验,本次西丁克团队的年薪并不高,众所周知,聘请卡马乔的430万欧元年薪是由万达掏钱,而李皮团队超过2000万欧元的年薪也是由恒大支付,本次聘请西丁克则是足协自掏腰包,他的年薪肯定不会超过400万欧元, 据了解,足协希望与西丁克签约至2021年,联想到此前李皮团队在亚运会没有完成目标,如果亚洲杯也没有取得突破的话,西丁克很有可能取代李皮的位置, 西丁克一向以魔鬼训练著称,在2002年世界杯上,韩国队虽然是靠场外因素打进四强,但太极虎充沛的体能, 顽强的斗志还是令人印象深刻,据了解,在本次四国赛前,足协领导已经和球员开过了通气会, 沈祥福指导或许在这次备战中训练量很大,不过要提醒你们的是,等到西丁克真正接手球队的时候, 或许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做魔鬼训练,你们现在就要做好吃苦和脱一层皮的准备了, 西丁克还提出,未来选拔队员,不会参考推荐,他会通过自己的观察,选拔自己需要的球员, 如此来看,国足的春天,或许真的要来了,雄尔轩 雄尔轩